字幕提供 假息 雖然你說假息可能對於壓低通脹的作用都未必很大 但現在例如利率期播反映 最快有機會美國三月就開始加 越說越多 有機會全年假息四次或者更多 我再看回 以往美息走向 如果向上 究竟是不是真是這麼不利本港樓價 其實大家慢慢攪拌一下 那個關係真是成正比的 大家都是同步上落 但這次其實是怕什麼呢 加得太急 理論上譬如你這個物業 物件加息 成本總是加價 但什麼就有一個問題在這裏 因為你不是全數是負責 你可能拿了三個錢出來 其他七成錢是要問銀行借的 你加息 你用銀行的錢很多 這個影響你的價值 你的樓價分別在這裏 如果這個不樓價 大家不准資 大家不准資 買樓 買iPhone 不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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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影響 但也有些人說 你現在看的部分 可能每次只加0.25厘 你可能加三次或者以上 再計算實際公款利率 才可能上到三厘以上 會影響到樓市 這些是否合理 又或者 或者自圓其說 覺得樓市不會跌才會這樣說 合理 合理 就是兩次 我自己看 兩次是不會有影響的 OK 兩次不會有影響 但是美國如果加兩次 都沒有什麼作用 不過我相信都會嫁 加息的是跟拜登說 因為我們看到那些 比如說 你再不撤銷 或者跟中國政府有些收納 大家互撤了那個關稅 那些東西跪了上來 真的通貨爆了 我也沒有辦法 對於特朗普 不是特朗普 拜登那個 那個 政績 最後一句話 人家叫開的美人輸 最後一句話 你一定要做這件事 那你估計多少次 我估計最多兩次 那沒有影響 對我先 影響不大